吃鸡最大的乐趣,莫归堵桥了,而堵桥最大的乐趣,莫归和队友们一起堵桥了 今天阳光明媚,欧有白云飘飘,我们四人小队欢乐堵桥,圆硬捂他 身上武器档次太低,需要搞点趁手的家伙 哦,你问为啥只有三人,因为男女受处不亲,杰西正在桥梁之上观察料啊 时光仍然过得飞快飞快的,中途我们还打了几个人精,弄了点好东西 实话说,当着把98k拿在手中,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 今天要吃鸡 前面有坏人 幸好回来的鸡时,有顾客山山来迟,我迅速进入猎杀阵地 对方很谨慎,似乎也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2021一里夫人,打个招呼前,哎呀 哎,没礼貌呀,这群家伙 你爱啥这车意外,不得我岂能比你先打 看到了,他们会不会先打起来 哇,好激烈呀,来不及疗伤,他们已到劲前,被我们留下 嘿嘿,狐狸倒了,不过他也不愧收获两个击杀,赶紧疗伤 估计对面的马上进攻了 瞧,一样无诱气对方要行动了,真让我有些疑惑 只要脑袋不被驴踢过的,都能明白此时冲桥不可能成功 莫非,他们要出其他,要额子 果真没那么简单,桥之下传来了轻微脚步声 这帮家伙好几次,明修战斗暗渡陈仓,走吧,咱们去会会他们 哎呀,被他发现了,看起来对方的耳机也绝非反品 我就在这等着,看谁能耗过谁 瞧,他小鹿身形说明行动了,我猜会再次出现在左边 一枪爆头,说明我这狙击技术还未曾荒废 我迅速奔行过去,2021,我最喜欢的就是帮人跟除一切痛苦 嗨,你好呀 好肥呀 哎,不好,随便敌人见识不妙,竟然开门跑了 算他们走运,可以多活几分钟 不过,我貌似发现一个独狼呀 水性了得,偶有水花露出,不给我瞄准的时间 不过,我并不着急,我在等待,等待他下一次出生换期 机会来了 完美,我成功把握住了他不到一秒的换期时间 技术太强,真的无可挑剔 这样天包是不是太嚣张了呀,给我留点 终于有四倍定了,我依然换掉了抽抽的六倍 也代表着,我的狙击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加成 哎,什么声音 我们身后也来人了,还打掉了我们的轮胎 不过,这飞机车子并没有偷空减料 我们安全的喊 哦呦,这边来了 再拿,让我瞧瞧 前面有坏人 看到他了,给我倒下 看到没,这就是一名狙击手的真正实力 不论距离,不论速度 只要我愿意打,他就得愿意躺 哎,又刷圈了,我们还在圈内 人帅自由天帮是主要因素 瞧,这空投箱也在不远之处 只要是最终的决赛圈刷在这里 我们就太幸福了 不过此时,乔下再次传了脚步声 我们分开两队,准备数个一二三 然后 哎 我都掉了,你们还能够一二三 那怪谁,你这也太通动了 平时抢怪抢习惯了,忘记了协同作战 你以后打死不能下戏你们 该,让你强怪,不管如何少了狐狸 我们三人常说一口气 剩下的七人都将是我们的猎物 可以慢慢分享 不过,这今天的道路有点危险呀 我握紧钢枪目光坚定 不敢放松哪怕一点警惕之心 杀人不过无,哪怕吃鸡也无趣 这最后的敌人,我实在必得 载到山顶,发现又少了几人 顺时更让我心急活了 只剩下四个,不太够分呀 哎,这边还没错 遇到一颗臭弹,我们就都幻象放射 然而是悲惨的发生 他们统统倒在了杰西的枪下 连根毛都被拉不大 嗯,有子弹先来 目标确定,最后两人就在对面的房子里 在这一刻我很下心来 不能再给杰西和叶师傅强怪的机会 所以我急速向他们奔去 是我的,这两个都是我的 打完,走工 我是迈克,专业过硬,同位是手 为了吃鸡,我极尽全力 抬头感受了一下烈日当空的炙热 我活动了一下腿脚 随后开始向堵桥点奔行过去 堵桥其实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特别是如我这般深处桥顶 其高度正好属于杨灰层 再加上海上湿热的空气 让人极度的不舒服 幸好我早有准备 提前戴上了我那买来许酒霸气侧楼 并且一直没舍得用的雷蛇风行口罩 哪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也让我随时都能呼吸到心下的空气 确保头脑清醒 今天我注定将这大桥之上 最亮的杂儿,最可怕的存在 国真下面来了一对堵桥者 三天三夜的遵守没有白费 思考半秒我取出一枚铝乐弹 这可是灭对神器 今天他又将在我的手中大放异彩 这里看得清楚 一共两人并且藏的位置非常隐秘 一看就是堵桥牢少 可惜今天遇到了我 他们注定只能成为陪衬 燃烧吧,尽情的绽放光芒吧 什么两个人都毫发无损 今天我注定将这大桥之上 最亮的杂儿,最可怕的存在 他们甚至都懒得挪我 天上我也 给我破 其实看完上面的眼神 熟悉我的粉丝都知道 我真的施展一项强大的心理战术 从而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最终达到是对手慌乱 彻底丧失斗志这目的 同时大家也能看到 他们两人相隔不到一面 而我则能将驴乐弹精准地投掷到他们中间 并且没损伤任何一个 这种对于落点的精准把控 大家后期要好好的钻研学习 我打死你们 看到了吗 我的战术发出了作用 他们毫无怀扰准备 让你喊我死 不对 他们都是倒地 证明附近还有几队友存在 我去走环顾四周 寻找潜藏的危险 在这里 天哪 这今来也是2.1堵桥阵型 一看就是看过我的视频 只可惜只削掉了一点点皮毛 没有真正防重来到头顶的危险 这个小可爱到现在都没发现我 我想 他们这次的赌桥遭遇 肯定会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吧 搜一图不如赌一对 这下子我啥都有了 简直肥的冒泡美的冒烟 并且他们还贴心地提前为我准备好了载具 是我喜欢的颜色 那么接下来剩余的十几名对手 颤抖吧 来到农场 我盯上前面那个高塔 在单人四排中 我们必须尽力让自己随时处于优势为止 才有可能在这危机冲突的战场中走到最后 远处传来了枪声 希望没有人注意到我吧 万幸这里还没人占领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就是我的首领时刻 很明显房区有一台载具 我必须尽量躲避他们的视线 同时也需要时刻关注北侧山头的敌情 那边才是我的致命落点 发现了一个伏地魔 眼前周围并未有其他对我关注 我想我可以先拿下他 不好 他竟然有自救器 必须赶紧补掉 糟糕 没有办法了 该死 被右侧的敌人抢走了 这让我心中窝火 单人四反向打一个人 本来就不容易 就这还遇到江湖的 你们别让我找到机会 刷圈了呀 真要命 按照现在的处境 我感觉这一局八招是吃不了劲了 所以能多打一个也是好的 好疼 这方已经知道了我的位置 那么他们接下来会不会直接过来进攻呢 我感觉我应该挡不住他们四个 那么 真到了那种时候 我就直接跳下去 我没有我不由天 没有外人能够决定我的人生 不好 他们行动了 那就来吧 我和你们拼了 上 只是路过 嘿嘿 那么 我的机会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是个人就有私就妻 这玩意现在 这么不值钱了吗 哈哈 不掉了 那么接下来哪怕成何 我也有了六杀打底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素材 西特队伍已经离开了 难免这个师傅还能让我讲个漏呢 我非常期待 我要疯了 又是自酒气 给我死去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遇到的都是土豪 故意针对我的吗 有车 这一锁的干净利落 也终于让我遇到一个正常人 顿时就倉复了一口气 但现在我也得准备离开了 虽然吃鸡前途堪忧 但情言放弃 可不是我的风格 说什么也得再拼一把 走 按照刚才的观察 右侧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 还剩下六个敌人 正让我有了一些隐隐的期盼 好久没遇到石杀了 也许这一次 拼一拼再搏一搏 有戏 老天保佑 下个圈一定刷到我这里 发现目标 但情况不妙又来车了 希望他不要不是好歹 他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这都不倒 哈哈倒了 又是紫酒器 还烙不来的活了呀 天杀他没有捕到 又被别人抢了 已经被人抢了两个人头了 否则我现在已经石杀 是一个多么有档次的素材呀 趁他们在交战 赶紧一拳 通过刚才的葱葱一撇 生余敌人都在西侧 也许我还要机会 但弄到石杀 所以这个时候要愈发保持冷静 我一定能行的 现在处境 反应这么快 我跳 我躲 我一定要留下你 我 我 完蛋了 最终我还是倒在了地上 迎来了最后这种悲惨的结局 等一下 我没死 我倒地 啊我天哪 我竟然也有个自救气 这个从头被我骂到尾的装备 在此刻起 却突然变得那么的高贵 尾的 我 我还有希望 老子又豁了 人家总说 砸难不死 必须苦 这一局 我就是要吃鸡 谁也别拦着我 疗伤完毕 再次出镜 上方的战斗愈发激烈了 眼瞅着只剩下最后三人 我心机如焚 就怕他们一不小心都同归于尽 我拿尸杀向哪找 此时 我正在向最低处进发 这也是我们入门玩家的战术思想之一 如果你站不到最高点 就去最低点 这样才能活得更长巧 该死 我的机翼被吐死了 但我无暇大哭 以为此时的我 就是个活法子 哇塞 救杀 还是最后一个 再接再厉 丢两个烟雾弹 让他们以为我还在东侧 这个位置应该还算可以 正好处在圈内 那么接下来就只等最后两人出现了 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都在东北 不好 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敌人是直接死的 怎么这边还有一个 但是看看这个圈 他也得跑毒呀 我肯定还有机会弄死他 他正在蠢蠢欲动 这颗水雷来的东侧 我现在就怕它会偷偷摸过来 所以我再转移一下 等一下 咬不上 该死 要是个自救器 考虑半秒 我想 我必须出去冒点风险了 否则等它起来 我就会被左右报夹 嘿嘿 尸杀完美 对不起 尸杀也来了 搞定 吃鸡 我是迈克 神秘狙击手 专业过硬 从未失少 为了吃鸡 我竭尽全力 八百米外有人跳楼 大家都知道迈克是个善良的人 诸人为乐 是我不便的准则 就让我去好言相劝一番 从这里爬上去 应该可以更好地观察到他 瞧 他情绪低落 似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我选择起身出枪 一轮连射将其击倒在地 成功阻止了一次 自杀行为 实话说 迈克真的好久好久 没在单人四派堵枪了 这次孤身来此 只希望一切顺利 有人为我为啥 很少单人四派了 原因很是无难 现在的玩家水平越来越高 导致单人四派的难度 越来越大 比如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如果冲来一支四人小队 也不太可能 孤身硬杠他们 所以 我得想点其他法子 嗯 这里安全多了 如落不敌 我还可以跳海自尽 使得更要尊严一些 哎 有敌情 寄院之处 有个像素者一闪而过 终于来客户了 好紧张呀 咋回事 莫非看错了 没错 确实有一点点东西在晃动 这只小队竟如此小心 必是高手无垠 不过小心也要有个度 你们倒是行动呀 终于要开始过桥了嘛 首先有一人跑了出来冲到诱饵 真当我是傻的 我猜他们要驾车冲桥了 算了一下时间 这颗雷刚刚好 可恶 刚才是个意外 再来一颗 他怎么不走寻常路呀 老大 瞧着雷的弱点 哪怕我不开箱 太必死无疑 嘿嘿 自以为藏着严实 确实到来的危机 没有意思察觉 我有点不太冷心呀 瞧 多么精致的岩石手雷 那些说我不会用的 出来走两步 现在不知道对方还剩几人 但考验他们战友之情的时刻到来了 我并没有补枪 有一招叫个维尸大员 虽然残酷 但很现实 嗯 对方应该就只剩下这一个毒苗了 他陷入两难之中 到底是救援队友 还是跳海逃生 更加关键的是 我猜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桥顶 我也觉得敌人最可怕 按照心理学分析 他大概率会破杆的破摔和队友再开一局 他行动了 三倍镜下 一个小短射 将其再走 唉 实在可惜 这队竟然只有三人 不过有一点可能会让他们哭笑不得 心圈竟然刷到了军事基地 我堵错了桥 他们跑错了边 真是个巧合而又美丽的误会呢 这一番舔包浪费的流油 简直是要杀又杀 杀也不缺了 那么现在该去对面继续我的堵桥之旅了 运行好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堵上个杂瓜凉杂 唉 真来来来呀 永远看过就像这一台摩托车 他很谨慎 大概是看到了地上的盒子 这倒霉的家伙 身在毒中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哇 好谨慎的对手 他要开始冲锋了 加油呀 来吧 先买这个提前手来 换成汽车了 这不是我那台车吗 老们的孩子给我下来 哎呀 该死不是一个人吗 为什么变成一只死人小队 我就Mike 人送二号堵桥狂猛 虽然雨林战场无桥可堵 但我并不死心 我徘徊在这座铁桥上面 久久不远离去 自所良久 是时候研究一种全新的堵桥模式了 我回到桥头 然后沿着桥架向上 准备去到桥顶上面 那里视野开阔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狙击位置 现在我到达了想象中的位置 视野不错 而且位置鲜艳 应该可以吸引到敌人主动攻击于我 咦 这么快就有人发现了我 枪声来自左侧山头 我迅速隐蔽起来 看起来这应该是一只死人小队 我迅速出枪 一枪残血 重新装弹 再来一枪 击打在地 随后我又盯上了他的队友 又是一枪击倒 旁边这个 比一并收了吧 我打算补枪击杀 可惜他们还是会爬 一会儿功夫就没了踪迹 趁此机会 我开始观察四周 以免被人从背后偷袭 因为 我今天并没佩戴平底锅 嗯 怎么挂了一个 难道他们队友抛弃 没有得到救援 咦 这边好像有人 我站起身来 有人在跑动 被我一枪击中 几乱被我锁定 就能让他轻易溜走 随后 他的队友也出现在视线之中 想救人 门都没有 将其击倒 我开始补充了击杀 但目光所及 又看到了第三个人 他也在救人 真的是队友情深 成功面对 我又把视线转向山顶的队伍 这么久过去了 另外两人并没挂掉 看起来早已经逃之夭夭 嗯 谁打我 我迅速向下方撤离 他们的攻击接连不断 但枪法 着实够菜 藏后身形 我开始索敌 但并未有所发现 我想 这一定是刚才 那只倒霉的小队 不管了 反正他们也打不中我 终于 我到达了安全区中央 啪扶下来 只待那只小队出现 然而 等到安全区再次刷新 那只小队仍然不见踪迹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趴在哪个 急脚尬拉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我站起身来 迅速追踪过去 看到他 此时 右前方突然传来 激烈的枪声 我不为所动 准备先去抢占有力位置 以发现目标 你看 这就是居高临下的好处 我迅速向下方移动 然后补枪提杀 越接近决赛圈 越不能给他们 一丝救援的机会 看着前方的烟雾弹 我庆幸不已 如果刚才没有补杀 现在就要面对 至少两人的围攻 毒拳已到 我开始冲锋 不好 还有脚步声 他竟然没有看到我 这个游戏 果真不小事 现在 我再次灭掉一只 三人小队 至此 已收火八杀 等我稍后 找到一个好位置 轻松吃鸡 不成问题 我环顾四周 瞬间锁定了 下一个猎杀地点 就是这点石头后面 至少河对面 是相对安全的区域 可确保 我后顾无忧 我终于找到了 合适的位置 却悲催地发现 自己并不在 安全区内 这可有些难办了 但 一阵急促的枪声 让我暂时放弃了 离开的打算 生鱼两队 遭遇到一起 也许 会给我带来 可乘之机 你看 只剩下两个人了 就在前面 我是Mike 专业过硬 从未失手 为了吃鸡 我接尽全力 哎 运气好极了 我发现一支 落单小队 顿时一个邪恶的计划 涌上心头 完美 这里有一根RPG 我续组拿到手中 最后扭头就走 现在玩游戏 吃鸡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好玩和开心 也就是我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 我是Mike 我在这秀极斑斑的大桥上 空等三天三夜 我终于等来了猎物 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我能想 漂亮 这一炮直接命中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 对方并未继续前行 而是停了下来 我的腹器只是单发局 无法进上钢枪 你才最好办法 就是跳海逃生 打来临走之前 还有时间再来一炮 赶紧走 哎 不对 灭队 哇塞 第二炮竟然意外 击中了载具油箱 引发了大爆炸 从而直接收获三杀 将它们团灭 发达了呀 好非美的盒子 都是我最爱的武器 这一波小小堵桥 直接就让我收获了 三十多发火箭弹 和一根八倍单发剧 这才是一小博大的典范 这才是一小博大的典范 心里别提多么的收场 当老百姓啊 这必要高兴 哎哎 什么情况 糟糕 我被你小哥盯上了 完了 老子和你们拼了 这帮盖子的强盗 我那辛苦择来的 三十多发火箭大一样 我的八倍 单发剧 我叫迈克 人送万号赌桥狂魔 最喜欢那种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豪迈骑士 但今天 我想换一种毒法 是一种从未尝试过的 全新战术 当然在此之前 我需要先下去 弄一点衬手的武器 此时目光所及 有数只队伍 向军事基地飞去 但他们却并不知道 今天有我在这里 他们最终 只能是一对对 肥美的快递而已 成功降落门口 我迅速搜集装备 只有首先拿到武器 才能拥有生存的资本 幸好 我得到一把一万啤酒 现在 我打算去寻找一个背包 顺便欺负一下 其他的小队 嗯 有脚步声 这么快就遇到同行 听其声音 就得前方不远 我迅速隐蔽 等待出手时机 此时 将其击倒 我并没有冲过去补枪 啰嗦料 他的队友出现的视线之内 他想救人 门都没有 将其捕杀 我迅速前冲 我准备落向到左侧 给他一个出其不意 游击作战 我无可匹敌 将其击倒 我迅速撤离 因为他们的队友 又赶了过来 但在我两万元耳机的监听下 他的位置清清楚楚 终于 这只小队 已被我连灭三人 我迅速填包 输货M16一把 可以临时作为我的单发局 不过 第三个人怕哪去了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没了踪迹 咦 我竟然找到一把野牛 比起UMP9 这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特别是53发的龙弹量 让我在1位4中 拥有了更多的底气 哎呀 他竟然躲在这里 这种求生欲望 让我敬佩不已 此时 我来到了室外 准备去远处的防空洞 瞧一瞧 迈克曾经数次 在那边找到98k 希望这一次 也能如我所愿 嗯 发现目标 我迅速举起全系M16 使用单发模式 向西射击 他还未反应过来 以备火击杀 哎呀 还有一个 我明白了 他们两人正在交战 而那个倒霉的家伙 被我偷袭得失 不过 我没有背景 和他对象 没有意义 还是先去防空洞里 搜寻一番 嗨 我看到了盒子 瞬间明了 这里已被他们搜落一空 没有了任何价值 既然这样 我准备去正式实行 我的新版赌桥计划 那才是我快乐的源泉 此时 我找到一辆野驴摩托车 开始向赌桥点赶去 前面是栏杆 带着南部倒我 我加速前冲 最后动身一跃 平稳落地 毫发无损 并且成功 把我的摩托送了出去 当然这属于专业技能 并不是你想学 就能学会的技术 但现在 已没有时间 让我耽搁 尽快到达赌桥点 那重中之重 幸好 我的车技 非一般人可比 腾云驾雾 已不足以形容 我的神勇 终于 大桥近在眼前 我即将尝试 抖音上 学来的战术 我加大油门 对着桥梁八地而起 在摩托腾空的一刹那 我来到了 大桥之上 我成功了 接近一次 我就站在了 大桥之殿 我开始向大桥 对面跑去 想躲在这里 感觉空气 都变得那么的 清新一伦 现在 我来到了大桥 对面 并没有看到 堵桥的队伍 有些小小的失望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头领飞机 已然飞过无数次 但仍然 没有等到敌人到来 我打开地图 瞬间明了 看起来 我堵错了桥 应该去堵 隔壁那条 有了错误 就要及时更正 我迅速向来路跑去 去寻找我的摩托 以便再来一次 抖音式的上桥方法 幸好我的摩托还在 我使出一招 踢云纵 飞身下桥 基本毫发无损 现在 我再次骑车上路 按照我的计算 只要动作麻利 应该还有时间 堵到敌人 唯一让我担心的是 能否如同刚才那般 一次就成功 毕竟 摩托只有一辆 机会只有一次 即将抵达桥头 我开始小心 谨慎起来 这是黄冠军 鱼龙混杂 更有那无处扶地魔 时时刻刻 想给你惊喜 幸好 这是黄礁野外 风险不大 但为了以防万一 我离开了公路 只有出其不意 才能 该死的 这黄礁野外 怎么也有敌人存在 我叫麦克 是名堵桥狂魔 但我现在遇到一个 不小的问题 距离大桥太过遥远 咦 远处发现一辆越野车 它可以让我迅速 到达堵桥位置 这正是 人帅 自有天邦 见鬼 我的车呢 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被别人偷走 这可让我如何去实现 堵桥的理想 幸好 我又看到了一辆蹦蹦 偷车贼刚离开不久 我也许还能追得上 此时 我开着蹦蹦 沿着地上的车痕 向前追踪而去 我看了一下地图 很明显 最终的决赛圈 将会出现在 军事基地一侧 同时 这也增加了 我堵桥的难度 凭借精湛的车技 我一路翻山越岭 跨过大河无数 终于进入安全区内 定第一时间 发现了那台 丢失的越野车 有抽不报非君子 我一定要拿回 属于我的东西 我冲进仓库 寻找偷车贼的踪迹 可惜一无所获 算了 赌桥要紧 但我可不许 自动车带不攻击 打爆轮胎 我迅速开车上路 咦 没有了 幸好 我又随身带一桶油的习惯 我准备停车加油 却发现那名偷车贼 终于现身 两位定下单发点射 将其击倒 随后 迅速加油上路 毒权即将到来 他八成是活不成了 终于 又胯口重重阻碍 更换车辆无数 我顺利来到大桥之上 这里的堵桥点不多 最好的位置 就是这个火车车斗 咦 怎么有辆偏三 难道有人截足先登 我进入车斗里面 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现敌人的存在 哪怕桥顶上 也看了个遍 散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岩 怕他作甚 终于 我等来了第一批客户 一辆摩托 一辆蹦蹦 但显然 摩托是拦不住了 我把精力 集中到蹦蹦身上 他坐了两个人 等我为 咦 运气这么好 竟然遇到一个掉线的 你看 他们才真的是战友情深 总难队友掉线 也要不离不弃 他们为我带来了一把98k 有了他 如其乔赖 将更加的得些应手 但现在我受到了攻击 我的车子被打爆轮胎 想来 应该是刚刚过去的摩托车 想为队友报仇 但了 他暂时对我够不成威胁 还是先做正事为好 你看 又来了一辆汽车 但他似乎发现了 这边的情况 不敢过来 我开始射击他的汽车轮胎 绝了他跑足的后路 然而死时 后方的敌人还在 切而不舍地攻击我的车子 我的蹦蹦一被打爆轮胎 我赶紧跳了下去 这台蹦蹦 是我稍后跑足的最后希望了 务必要保护好他 突然我受到攻击 枪车来自左前方 我迅速回到车头隐蔽 很快 我看到了他 从背后取出98k 闪射而出 一枪爆头 可惜他带了三季头 然而最后的结局 并没有什么分别 此时 再看对面 那台瘸腿汽车 已然开走 显然他已被我吓住 估计稍后将会游泳过来 突然 左后方传来枪声 我迅速锁定了他 98k一枪爆头击杀 这应该是刚才 骑摩托车的那个家伙 他的射击哪里呢 我看到了 是一个刚刚渡海二来的对手 第二枪送你上路 只是 我的本职工作是堵桥 却再也没有客户上门 这实在是遗憾无比 然而幸运的是 安全区一刷再刷 我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这才叫 嗯 不说了 现在 安全区已经缩到了一定的范围 四周枪声不断 我看到一名狙击手 迅速胎手一枪打出 将其爆头击倒 实际上 只要一把98k在手 我即可蔑视一切对手 哎呀 又生意上门 我高兴的跳了起来 自毕竟SCA压枪倒射 不久之后 两个新鲜的盒子 摆得整整齐齐 此时的我 仍然待在安全区中央 而地图上只剩下12名对手 稍后 他们就会出现在四面八方 我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 可以第一时间 发现那些风吹草动 你听 远处枪声雷动 但现在 我的弹药已然不多 我投出一个烟雾弹 准备去捡捡装备 趁烟雾弥漫 我成功拿到了补给 却在回城的路上 发现了一名狙击手 我迅速换弹 这一枪将你击倒 然而 我的好运似乎已经用尽 被下一轮安全区排斥在外 四周的枪声愈发密集 但我别无他法 只能撤离此地 但就在此时 我听到桥下传了脚步声 有一支队伍正在桥下路过 我耐心等待 准备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看到一个 他的队友开始投掷烟雾弹 我取出一个手雷丢了过去 将其逼出 随后迅速 我穿过大桥 来到他们的上方搜寻残敌 看到他了 将其击杀 我迅速向安全区靠龙 又在右侧发现一人 酒吧可以首发定位 随后拉拴上弹 修正提前量 一枪打残 第三枪再次打出 将其击倒 AWM的声音 我快速移动身形 瞬间锁定了他 敢抽击我 你算是完蛋了 但此时 我遇到了不小的危机 这块地段没有任何掩体 想要进入安全区内 必将凶多吉少 现在到了拼命的时刻 我连贯三瓶二锅头 随后加速前冲 只要过了这条马路 哎呀 我受到了SKS的攻击 确实压枪反正 将其击倒 我赶紧装弹 果然 他的队友又展开攻击 我的SKS又是一轮扫射 守火双杀 我想他们肯定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不知道我的步枪 也用得马马虎虎 终于 我进入了安全区中央 去出治疗伤势 只剩下一名对手 我想 他很可能在山坡上面 疗伤完毕 我主动向山顶冲去 竟然是一为一 我何惧之有 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多亏我那两百元的耳机 放缓脚步 慢慢接近 就是现在 我是迈克 这一次 我圆满地完成了 赌桥工作 最终收获十六杀 趁还有时间 练一练98k吧 这一次